这是我们江西九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红薯肉末丸子 蒸出来的QQ弹弹很有嚼劲 这个把萝卜呢我们给它切成细丝 切后的萝卜特别嫩特别的甜 擦好的萝卜撒一小盐给它抓出水分 里面的水分很多把它抓出来 头洗干净 这个水分一定要把它挤干净啊 挤干净等我蒸的时候的话它就不会散开了 主要的材料的话我们就有包菜丝 胡萝卜丝 白萝卜 蒜苗 还有干香菇丁 还有我们的猪油渣 有的话就放肉末 我们先用红薯粉给它先腌制一下 比较嫩 这个红薯粉是带颗粒的 所以我们先要把它碾碎 你们家里要是有角肉机的话 可用那个比较快 我是穷兵 我没有 搅成这样就可以了 把肉末倒下去 把我们碾碎的红薯粉也给它倒下去 充分的给它抓板均匀 你瞧瞧我这脑子 我忘记放盐了 两勺盐一勺鸡精 再来一点十三香 这样干干的能成团 随便一抓一下 它能成团就可以了 我忘记买生菜了 先用包菜将就一下 把它铺上去 首先抓一下粉 再给它去揉这个丸子 这样的话揉出来丸子比较结实 再一个的话 蒸的时候它不容易散 隔水上锅 蒸个半小时左右 来调个简单的灵魂料汁 出锅了出锅了 香喷喷的红薯肉末丸子 出锅了撒上迷年的葱花 蘸一个我们的灵魂料汁 一口咬下去 QQ弹弹 特别的有嚼劲 我们的灵魂料汁